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他们每一个就是他们每一个他人都还没有完全太深入进去 也许年纪太小吧 但是我觉得就像在最后结出比赛的时候 像我一直都跟他们讲 就是你的美貌你的beauty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你真正能够保存到最后的是你的手上你有的本事 所以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经过这一次的比赛 然后去找出自己还欠缺的地方 然后继续努力 继续向他所喜欢的这个事业 或者说是这些运动啊 舞蹈啊 或者说任何唱歌啊 任何一个他人他喜欢做的事情 把它深入下去做成professional 这样的话会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 所以我实际上很喜欢今年的这些十六十五维加利 然后每一位都很可爱 然后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个性 也跟着他们一起经历过了 他们的这个非常艰苦严峻的一种积蓄 可以说非常艰苦跟充实 可以领略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的时间非常的紧凑 每一天他们睡的时间都只有三四个小时吧 然后起来就要化妆就要走台 然后还要还要选衣服 就是很多很多很琐碎的事情 特别是在舞台上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 那个房间非常的冷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穿得着 那么少 而且还有比基尼的那个 比基尼的那个 还有鼓起勇气在台上走啊 对对对 面对很多观众我觉得很不容易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他们的手都是凉的 像我都蛮冷的坐在里面 那更别说他们在台上又紧张 这样又凉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是蛮敬佩他们的 而且他们也展现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展现出了他们的才华 还有他们最好的一面 所以我也很为他们高兴 所以我也很为他们高兴 尤其是那个唱Opera那个 因为我说耳朵 我看他的样子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很想象到他是唱Opera的 他唱的歌曲是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而且他唱的那个style呢 比较偏向musical 是一半在operatic training 然后另外一半比较偏向流行一点点的 然后另外另一位嘉莉呢 是完全香港的这种流行音乐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两位唱的都在他们现有 他们本身声音的条件下就已经唱的 发挥的很不错 唱Operatic那个女生呢 她的声音声音很好 条件非常好 只是她还需要多加练习她的气息的这个运用 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是唱Operatic Opera Opera或者是musical 都非常需要的一种这个运用机体能力 你运用你的全身的muscle 你的肌肉 来让气息沉入丹田 怎么样把它呼出来 一个非常基本 但是也是所有演唱家演唱者们 一生都在追求的一个练习 这种技巧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唱Opera 我没有唱歌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又被嘉莉逼着 要去参加什么当时学校 小学的一个什么合唱团 那时候老师就有讲过 像跟您一样 就是什么要气聚丹田 要从这个腔腹中发声 It did not go well 我觉得我的血管都要爆了 还是比我唱出很好的声音 所以 This is why I don't sing 所以我很羡慕 比如说平时跟朋友去卡拉OK 当然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也很羡慕那些会唱歌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参加的选美当中 我看到一些选手 真的是唱歌声音非常好 我都会非常羡慕 更不要说像老师这样的级别 那您就觉得就是说 所以像刚才那位女生的 这个Opera Operatic singer 还是要进一步训练她的这个 因为 My question is 就是好像 我小时候 接受了一些concept的一些训练 就是说 你除了就啊 那种感觉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 或者是我小时候接触的 那些并不是很多 您做一个专业的 那您怎么样看 那如果现在我说 At this moment 我就要去学Opera的话 那您怎么样给这些初学者一个advise 如果说你要想要学习Operatic singing的话 首先你要知道 Operatic singing就是用气息来唱出声音 其实上不是真的你在唱 其实上你是就像用气在唱 用气在说话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用气 就是因为 其实上这个肚脐以下 四个指头这个位置是丹田 所谓的气沉丹田就是好像你吸气 吸到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让它 让 然后呼出来 然后再从下 往上 这样整个呼出去 向外吐呼出去 但是这个位置呢 其实上它不是空 它是 就是这个丹田这个位置都是肌肉 它指的原理只不过是因为这个肌肉 拉伸 把你这个横隔膜 difference 往下拉 所以你的肺就会扩大 就比平常人吸气的时候的那个肺活量就会更大一些 这样你就会有更足的气来呼出来来唱 然后当你呼出去的时候 你的这个Vocal Chord 你的这个两片声带 是要完全放松 然后它就是 不是 嗯 就是说是用气来吹它 不能说是完全放松 就是是用气来吹它 然后来发出声音 而不是像平常我们唱流行歌一样 使劲的让这两条肌肉把它拉紧 让它 forcefully 就是用力的 让它这样在颤动 嗯嗯 就是故意让它这样用劲让它颤动 你是要让它放松的 用气让它再震动 这样出来的声音它才能够传得远 因为当时歌剧出来的时候 是1601年开始 它是在宫廷里面这种小众 但是它的那个环境 还是像我们这个这个房间一样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呢它需要从这边唱到对面的就是 可能蛮远的地方 对 它们能够听得到 所以在你在这个距离当中 你必须得用气来推出你的声音 才能让它听得到 嗯 而不是像现在有麦克风这样 麦克风就直接在前面 然后马上就是very sensitive mic 你很轻的声音都可以 以前没有麦克风 对对很轻的声音就可以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 你要你要能够让很远的地方的人 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 所以才需要用气息 那所以这个是 是基础嘛 嗯 那 气息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调 然后 也是歌唱家 像我刚才所说的歌唱家 一辈子都在追求的一种 最终的一个 你就是训练了一个歌 对对对 这就是我没想到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是 就算我是去唱卡拉OK 我也是 我觉得我就把自己喉咙 已经扯到快烂了 然后我就 接下来我可能就抱一个血管 然后还是不 我还是唱不出来像老师这样的造势 其实我觉得 你刚才讲的operatic 这个 singing 我不瞒你说 我这个有research 下您的这个 这些 background 那么我在research 看到一个字很特别 就是对您的形容是叫做 operatic soprano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叫这个 这个operatic 我知道这个part 但是为什么叫Soprano 那我就查一下 但Soprano指的意思就是 especially a female singer in the opera category 您是怎么样理解这个Soprano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字 因为我印象中 我接触Soprano 是很久以前 几年前 HBO的一个电影 关于黑社会 那个叫Soprano 然后为什么这个女高音歌唱家 叫operatic soprano 没有Soprano 这个词是意大利语流传来的 意思就是说是高音部分 Super 就是Soprano 它是女高音 怎么说 它是按照音高来区分的 像女生就有女高音 次女高音 然后还有女中音 一般原来是有分女低音 但是女低音很少很少很少见到 就没有很常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曲目都是女中音来唱 然后呢就是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这样 然后它分是这样分的等级 是按照音高来分 那在女高音 Soprano这个女高音这个当中呢 最高音的那个部分是Coloratura Coloratura是是音色方面 就是它是叫花腔女高音 就是在它在音域上呢 是属于女高音当中最高的部分 但是它的音色上面是技巧性非常强的 所以它是color 你可以就是英文里面color就是非常富有色彩性的 然后跳躍性比较多 所以它的staccato就是跳音非常多 它和女高音的区别就是Soprano通常都是 都是那种大连线 然后都是女主角性格非常沉稳 然后也有热情的 但是呢都是非常有包容力的 我们现在叫霸气 对 那Coloratura呢就是比较像小朋友 比较活泼 然后像Strauss的歌剧《蝙蝠》 Defledormous里面的Adel 她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女仆 就是比较witty 有的是 对对对对 有一点点坏坏的那个感觉 跳音多了一点点的 那我的这个音韵 其实上我是Coloratura 就是花腔的这一部分 但是它是属于女高音 属于Soprano 所以Soprano和Coloratura 这些语言都是来自意大利语 都是从意大利语直接翻译过来的 See I have no idea what you just said I don't understand any of them but I sound very professional See this is again this is why I don't say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 Natalie 史老师继续做科目的节目 Natalie 欢迎回来 稍微您看哈 就是您非常professional的 跟我们讲解了一下 这个Opera singing的这个一个 tips 其实我知道 其实那您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Nobody is like this 所以那您讲讲 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当初小的时候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就怎么样就突然间有一天想说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然后This is what I do as a career You know make it to a career as a professional opera Operatic singing 其实上是当我在英国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是学校都会让我们参加不同的 activities 然后呢老师就带我们去了一次 London 去看了一场Broadway 当时我最记得第一次看的就是Cats 哇然后就觉得好漂亮好可爱 好好玩啊 然后就是人在舞台上就可以像猫一样 想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真的很像猫 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被吸引了 就觉得说真的舞台艺术 可以那么的extravagant 那么有吸引力 所以当时就特别想要 然后说去参加学校的这些学校 学校办的这些musical的这些活动啊 然后还有一些参加 Shakespeare的舞台剧的话剧演出 而且学校也很鼓励我们去做 去参加这些多一点的文学方面的这些 就是文艺方面的这些活动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嘛 然后呢其实像在高中念完了以后 我刚进UBC的时候念的是商 然后商念了一年 然后妈妈说不行你音乐不能丢 你必须得继续往前就是继续把它往下走 因为从小就一直在练嘛 所以呢就说那那就试一下考呗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自己会考上 那个时候说去试一下 说饭 对对 后来就还真的被录取了 所以后来两个就一起念这样 但是当时就觉得真的是被舞台的这种 这种魅力所吸引的 有的时候所有的灯光打在你身上 你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你就是一个宇宙 你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根本不需要去care别人在意什么 只要你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 想要说的做到说出去就好 有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舞台上很疯 想干嘛就干嘛 你可以 因为你居住舞台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你必须要做 你不能只是逃避 对对 您讲的这个心情我非常能体会 因为我能想象到您站在那上面 然后你眼前全是黑的 但除了灯约灯光都打到你脸上 你身上 那么其实有千千万万的这个眼 双眼睛在看着你 但是那一个瞬间你就是 就是有一种好像天上天下为我独尊的感觉 就是反正是就是我就是 I own this 30 minute or an hour or so a life of yours you know this is what I do best you know just sit down and listen to what I have to sing or say 对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妙的一个感觉 真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感觉很像firework 就是那一瞬间的beauty 然后你追求追求 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触摸 一直在想 有的时候自己和自己很矛盾 内心的活动就是一直翻天覆地的 直到你演出的那一秒钟 直到你演出的那一下演出去了 然后不管是什么就这样吧 嗯 就觉得哇真的到那一分钟你是绽放的 就在那一分钟你的所有努力 所有的血泪 所有痛苦 it's all worth it it's all worth it 就是为了这一分钟 有的时候感觉有点像一个rush 有的时候感觉很像一种 是一种快感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会上瘾的 那肯定的 可是 我需要问 你有没有就是 不管你演出什么 或者可能是比较就是催情的歌曲的时候 比较或者比较悲壮的歌曲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 会唱的真的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opera singers唱 他就哭出来那种 对对对对 你会有吗 会有 真的有的时候在 特别是在那个琴房练习的时候 有一次唱 Gretchen am spin a lot 是舒伯特写的 纺车旁的格列青 然后那个时候就 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 因为他是讲一个少妇 他为了他的男朋友就 怎么说呢 他的男朋友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然后呢 但是呢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呢 他就有了宝宝 但是在那个年代 他是完全 be against by the society 就是没有人会接受他 然后所有人都 整个village的人都唾弃他这样 然后他就只有一个人 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面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 访车 他就是像织衣服的那种纺车 他就在那里坐 坐那个 坐摇那个纺车 他就边坐边摇 边坐边摇 然后就觉得 在这种环境下 怎么样 就是回忆起他男朋友的 他们之间美好的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然后他们之间的kiss 在kiss的时候 音乐就刚好到一个高潮 然后中间就空洞 就是silence 就是half second of silence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哇 心都快碎了 然后自己唱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哇 人就飘起来了 然后那一分钟 一定一定要silence 没有这个silence 如果你马上接下去的话 整首歌就被 就被破坏了 对 然后接下来 他又回到 他自己的一个 循环的一种思考当中 因为他一直在摇那个车 然后他就是 仿车 你知道下面脚是有摇摇摆的嘛 然后是会转轮的那种 有点像缝纫机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心就像这个仿车一样 然后音乐左手的这个伴奏 也是一直就是 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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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他的心情 跟他这个摇车的这个节奏是一样的 让人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随着他思念他的男朋友的这个心情高潮 一直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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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直到高潮 然后 有的时候老师就说 这个是 kind of a little 有点限制级的 如果说你要imagine 那个 oh I'm imagining a lot 就是这首歌 当你去演唱的时候 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那个 world 你一定要进入 让 要入戏了 对 你一定要感觉到他 你才能够真的唱出那种悲伤 那种急切迫切的等待 因为他已经等待了他的男朋友很久时间了 然后 就是到直到最后一种绝望 回到现实 知道自己还在房车旁边 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psychological的一种imagination 和一种回到现实这种反差 这个落差 所以就是这一首作品 当每次我唱 每一次都 哇 就完全想要哭出来的那个感觉 想要是很difficulty的一个challenge 对对对 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真的 这是人生当中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人生当中真的 有的时候就 你会接受不了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就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cycle里面去 有的时候就 有的人就疯掉了 有的人变成抑郁症 这样 所以 所以对于艺术师来说 很多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像前两天 那个 Robin Williams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欢喜 他是 他是 我 我刚才录了另外一个节目 我们才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 他这些过去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 然后我们提到像 因为我印象中很深的 我跟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讲的一个最深入的 其实并不是他们 这个 他很搞笑的作品 而反正是他的两部非常 代表作 一个是 《Good Will Hunting》 一个另外一个是《Dead Paulist Society》 这两部是就是 让人觉得说 你不会想到 I mean later on he made a bunch of funny movies but if you look back 你不会想到 他是作为一个这么的 很有演技派的一个演员 对 其实上 chameleon 或者说是搞笑的喜剧演员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做到的 像英国的那个 Hando先生 也是他是 Cambridge毕业的 剑桥大学毕业 而且非常有思想 他完全知道 人生当中的 很多 开心 就是 怎么样 喜怒哀乐 对喜怒哀乐 然后很多 非常艰难的一些处境 然后反而你要怎么样 去笑着面对 你是要 很多时候都是在自嘲 其实让我看他 像就是Comedian 特别是像Robin Williams 他演的很多东西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把欢乐给的大家 所留下来的 就是负面的 留给自己的都是负面的 所以真的会 真的是 悲痛只有自己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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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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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走下去 或者你一直走下去 然后就赶快多上课啊 多练习 多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感冒就一直没有好 然后边感冒边练习 感冒到一个月之后 才完全好 fullly recovered 但是一个月之后的声音 就完全跟以前 就变了 completely different 就根本找不回来 以前的声音了 就回不去了 然后你怎么找 怎么去弄就找不到 最后就只有accept the fact 然后重新再去 从在那个现有的声音上 基础上再去往前走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难 特别是 这个不是一个 你可以control的东西 假如说一有生病来 你的身体条件一不行的话 因为你是要用全身的肌肉 来support yourself 来用这个丹田的力量 用气息推出去嘛 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你的肌肉都已经不行了 不能够支撑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样 真的是让 反正就继续 可能还是 还是像刚才说的 是因为舞台上的这个thrill 才会一直觉得 stage thrill 对 而且其实上很多时候 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剧目 不同的角色来挖掘人内心的想法 来去理解不同的人生 去看一看全世界的不同的 从不同角度看每一个人吧 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难 特别是这一行太多人长了 是因为你制作或是你裂掉 所以你知道 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非常感谢 施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他的艺术生涯的这个新路里程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凰卫视